新春小男的强度取决于你匹配到怎样的一个忍者 对面这个九老妈虚妄灭人可以算是游戏内比较顶尖的强度 但当碰到新春小男的时候 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这个新春小男的二技能是怕那些直接的抓取技能 但这个九老妈虚妄灭人的话 他是需要先突进一下再进行抓取 那这样的话我这个二技能对面就没办法应对 他放了个山椒鱼 我在这个位置用技能再拿到先手 这个时候不着急 我们稍微等一下二技能的CD时间 等着二技能好了以后 我们直接开二技能过去 利用这个普攻拿到先手 他现在手里是有替身的 他想等我这个二技能结束以后再过来 但他被我预判到了一个位置 这边用技能再次拿到先手 新春小男正常的伤害输出速度是比较慢的 除非你是用牵插在墙角利用两个技能打一个高的伤害 但他的技能机制各位已经看到了 就是碰到没有直接抓取技能的话 他这个二技能就很难打 但如果碰到手里有直接抓取技能的话 他这个二技能就会被破掉 所以才会说新春小男是看对面的人者 在决定他最终的一个强度水准 另外这个人者可能也被一些玩家低估了 他整体的强度表现其实并不弱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